他被誉明中国MMA领域最狠的杀手 同时他也是擂台上的断头台大师 他就是来自我国的汉将季线 曾获得武林传奇除量级金腰带 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英雄榜 ONE冠军赛等国内外著名赛事 他地面技术娴熟 擅长断头台 对手是来自巴西的安德森布鲁诺 自幼练习巴西柔术 对于柔术有高超的记忆与深刻的理解 职业战绩实战八胜 曾获得巴西的MMA冠军 实力也不容小觑 比赛开始后 布鲁诺率先上前一记扫踢进攻 记线则是迅速躲闪 随后布鲁诺准备下前爆摔 被记线灵活的步伐再次躲开 布鲁诺上前连续的后手拳进攻 都被记线压低身位闪躲过去 紧接着记线两记大摆拳命中 将对手直接干倒在地 压制上前使出连续的重拳 打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对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 这个场边的围神啊 是给大家造成了一点的麻烦 不如到现在回防是回不去了 因为被绳圈拦住 推腿 双方不停地进行地面缠斗 记线不停地转变身位 试图降服对手 但对手不甘示弱 突然锁住记线的大腿 随后记线抓住机会直接翻身 拿到了对手的断头台把位 还是挺棒 记线拿到拔位了 记线拿到拔位了 这个是正面的断头台 但是 没有拿住腿扣啊 对 哦 骑车位 还是没有成功 这时候一直挡他的胯 没错 防守还是很老练的 没错 记线想要转身 但是要小心啊 就想要 布鲁诺直接转身 抓住记线的胳膊 准备施展牧村索 但记线丝毫不慌 抓住机会直接转身过腿 试图准备手臂十字顾 记线成功地施展了手臂十字顾 对手疼痛难忍 只能拍手认输 裁判立刻终止了比赛 就这样 记线全程碾压巴西选手 一回合降服对手 以绝对的优势赢得比赛 现场的观众沸腾欢呼 这一战酣畅淋漓 再次打出了中国硬汉的霸气 为记线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众汉纪械